2023年9月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接到了一个令他十分不爽的消息 欧洲委员会要求土耳其政府 立即公正清偿一笔6000万欧元的赔偿金 接到消息后 爱苏丹的怒火从安卡拉一直烧到了军事贪定堡 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凭什么土耳其要赔这么大一笔钱 土耳其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 你以为我还是当年的西亚病夫吗 任由你们欧洲人拿捏 对于爱尔多安的怒火 欧洲委员会倒是很淡定 也不用说什么拿捏不拿捏的 这钱你们本来就该赔 2007年人权法院判决的时候 当时就让你们赔4000万 得问你们一直不打理 现在加上支纳金十几年来利滚利 让你赔6000万一点都不多 1974年你们那次行动 让冬人回不了家呀 你们难道不该赔钱吗 听了这个话爱尔多安更不干了 谁不让他们回家了 我们又没征用那些土地 他们愿意住就回去住啊 再说了 人家在土地上有政府啊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呀 有事你们应该去找他们聊啊 对于爱尔多安的胡搅慢缠 欧洲委员会也无语了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话可就不能这么说了 你说那个割据政权 全世界除了你们以外没人承认 在这个岛上 除土耳其外的整个地球 都只承认一个政权 塞浦路斯共和国 大火焦呀 位于地中海东部的岛国塞浦路斯 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 不到五分之一个桶梁 由于气候较好 塞浦路斯虽然面积不大 人口却不少 目前全境约124万人 将近半T 但是国际上所承认的 塞浦路斯共和国 其实际掌控人口为90万左右 至于为什么塞浦路斯政府没有掌握全国人口 原因我们后面再说 在世界历史上 塞浦路斯是一个很罕见的存在 很少有哪个国家可以像他一样 被如此多的政权征服过 从公元前15世纪 古希腊人登岛开始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 亚述 埃及 波斯 古罗马 拜仗廷 阿拉伯 英格兰 威尼斯 奥斯曼 亚非拉大地上的各大政权 纷纷来到此岛 共襄政局 几大强够轮流伺候的一个岛 辅其大的受不了 实际上 塞浦路斯之所以如此欠打 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资源 而是因为他的特殊位置 作为地中海东部的大岛 塞浦路斯岛与北方的土耳其 和东方的叙利亚距离均不足100公里 距离埃及的西奈半岛也不足300公里 与希腊的东海岸相距不远 其位置完美地卡在了 亚欧非航线的中心地带 跟个服务区似的 实在让人没法忽略 时间来到16世纪 世修想表的塞浦路斯 又迎来了新的主人 公元1570年 奥斯曼帝国的大军征服了这里 经过一场血战后 驱逐了原本的主人威尼斯人 被奥斯曼艰难占领后 很多塞浦路斯人 都在担忧着苏丹的惩罚 毕竟作为一个以包税制度而文明的政权 奥斯曼帝国的德政游牧共睹 然而 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三世却下令 废除塞浦路斯岛上的农儒制度 实行信仰自由 不得在税收上压榨百姓 奥斯曼的政策之所以如此拟人 除了塞利姆三世本人的开明之外 也是为了迅速稳定塞浦路斯的局势 然而 塞利姆三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这些善意的政策 居然会起到反效果 首先 为了贯彻宗教自由政策 奥斯曼当局承认了 被威尼斯人打压的东正教 由于历史上曾经长期被败战廷统治 塞浦路斯岛上的居民们 几乎全都被希腊文化所统化 岛上的语言文化与希腊完全一致 因此 在奥斯曼当局承认东正教后 东正教大主教立刻成为了塞浦路斯的民间代言人 时常作为代表去军事 伊斯坦布尔向苏丹痛恨厉害 主要诉求只有一个 减税 所谓不加点世事难料 调不出生活的味道 本来 为了统战塞浦路斯 奥斯曼苏丹曾特意要求在这个岛上不搞兜税制度 税率必须合理 而且 为了防止手下阳风阴伟 苏丹还特别规定塞浦路斯岛上的税收由海军专办 并为负责此事的税收特使开出了超高的薪水 这笔钱类似于养年银 意思是帝国给足你的好处 你就别去挂老百姓了 结果 由于工资过高 这个岗位反而吸引了大量奥斯曼官员的注意 大家都以为这个岛上藏着什么大优势 分分付出天价贿赂希望获得这个肥群 最终 为了回本 历代的税收特使在上任后 无不在岛上进行可持续应的节字而语 多年搜刮下来 老百姓发现 这能量还不如保税制呢 时间进入17世纪 由于奥斯曼帝国把岛上的地皮刮得滋滋冒火星的 岛上的希腊裔居民开始跟奥斯曼帝国离心离德 各种起义层出不穷 直到1829年 希腊独立战争的胜利给了塞浦路斯人巨大的鼓舞 作为一个以希腊裔为主体的小讨 自希腊独立运动开始 塞浦路斯人就予以鼎力支持 而在希腊独立之后 回归希腊就成了岛上的希腊裔居民们的共同心愿 岛上的起义抗争此起彼伏 这种建议统一的希腊裔国家的构想被称作伊诺西斯 为了实现伊诺西斯 塞浦路斯人开始前伏后继的发动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 在之后的几年里 塞浦路斯人的起义虽然称不上是数国累累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虽然放眼全球奥斯曼算是个地中地 但在东地中海这一片 还是秦始皇放屁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于近在眼前的塞浦路斯 奥斯曼大军可以招发席致 所有的起义都被奥斯曼轻松镇压 在多次镇压后 塞浦路斯人终于明白 与希腊合并这事儿 看着虽然难 其实也一点都不简单 由于力量差距过于悬殊 绝望中的塞浦路斯人开始期待起了境外势力 与其强大自己不指望别人 令人欣慰的是 塞浦路斯人没有等待太久 1853年境外势力来了 1853年随着俄澳矛盾计划 沙皇尼古拉一世 对奥斯曼发出了战争威胁 要求奥斯曼承认 沙俄对奥斯曼境内东正教徒的庇护 听到这条消息 塞浦路斯人激动的 恨不得把后会儿偷出来 把他爹改着扭了 沙皇小爸爸 我命由你不由天 我们塞浦路斯的东正教徒 就指望你老了 然而就在塞浦路斯人北望俄石的时候 英法介入了这场争端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 沙俄大败回处 塞浦路斯人的希望落空了 在希望落空后 塞浦路斯人失落的等待了20多年 直到1877年第十四俄独战争爆发 这一次 袭争的沙俄军队成功击败奥斯曼 面对着小爸爸的回归 塞浦路斯人又一次欢欣鼓舞 只等沙俄天兵一道 为自己主持正义了 然后这个故事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因为就是在这场战争中 塞浦路斯人最终遭遇了 那个宿命中的国家 他就是 亚乌飞一切争端的参与者 地缘矛盾的挑拨者 民族冲突的共和者 久经考验的帝国主义反格令家 非洲的殖民大师 亚洲的化线天才 欧洲的离岸平衡手 雄剧的道德之地点的 屡战屡胜的 永恒的僵尸棍子 大英帝国 当沙俄军队节节胜利时 奥斯曼帝国只能求助代应 由于国际形势的愿化 奥斯曼明白 这次不放点血 是肯定过不了关了 那么既然要放血 还是迎恩待应物与沙俄 为了换取英国保护 1878年 奥斯曼与英国秘密签订了 联合王国和土耳其 防务同盟条约 也称塞浦路斯条约 在世界外交史上 各国之间的外交条约数不胜数 但是 这则秘密签订的英土条约 却相当特殊 因为相比于一般的条约 它更像是英国与奥斯曼之间的 一套对赌协议 条约规定 如果俄国拿下巴桶 阿尔达汉 卡尔斯等地 并继续侵略奥斯曼的话 那么英国有义务武装保卫奥斯曼 同时 奥斯曼帝国同意 将塞浦路斯交给英国管理 简单的说 塞浦路斯被奥斯曼作为保护费 交给了英国 换取了英国保护奥斯曼的承诺 当然了 作为对赌条约 奥斯曼也不是傻子 除了在戴英占领塞浦路斯期间 每年需要返还奥斯曼若干现金 作为返点外 协议还规定了追索机制 如果沙俄占领的亚美尼亚 则证明戴英的保护没用 那么协议作废 英国得把塞浦路斯还回来 1878年7月 英国皇家海军抵达塞浦路斯 在与奥斯曼进行短暂交接后 塞浦路斯正式进入了英国统治时期 各位 只要画质足够差 牛鬼蛇人全不怕 对于塞浦路斯人来说 面对英军的到来 当地人还是充满期待的 反正只要不是奥斯曼 哪国的天兵都是天兵 而且在1863年 戴英曾经把爱奥尼亚群岛 归还给了希腊 在塞浦路斯人看来 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一样 那你还挺够意思的呀 如果自己将来被戴英还给希腊 那眼下被戴英占领 那就是前置任务啊 退步讲 就算咱们暂时没法回归 那英国跟咱们一样是基督徒 又是世界第一强国 脸界总不能差咱这撒刮扎 跟奥斯曼一样挂地皮包 果然在英军上岛后 立刻着手 开始对人口和土地进行普查 岛上的居民们欢欣鼓 看人家戴英就是专业 人家先摸个底 将来肯定是要减税呀 几天以后 英国当局就宣布 取消塞浦路斯人的农业税 岛上的送胜之声 一时不绝于耳 然而没过多久 当地居民就明白了 戴英的原则是生人载一半 熟人大门惯 农业税虽然免了 但新家的不动产税 则收得更狠 而奥斯曼帝国繁杂的 淹税、酒税等科捐杂税 全部被保留了下来 而且由于戴英的行政效率 远比奥斯曼高 过去通过贿赂能免去的税 也一律失证 一番实践下来 塞浦路斯人的负担更重了呀 按照奥斯曼时期的惯例 塞浦路斯人赶快请大主教 去伦敦陈情 希望戴英大苏丹开恩 能给岛民减点税 然而在伦敦 塞浦路斯大主教 很快就见证了 戴英官僚高潮的语言功力 面对着大主教减税的请求 英国殖民地官员表示 按照戴英殖民地官员的说法 戴英完全理解和同情 塞浦路斯人的诉求 可是减税这事我们做不了主 因为这笔钱 我们是为了奥斯曼苏丹收的呀 请看 这是英国与奥斯曼的协议条款 协议规定 作为暂管塞浦路斯的代价 英国政府每年要向奥斯曼 支付9万英镑的补偿金 实际上 我们除了要交出塞浦路斯的 所有税款外 还要自掏腰包贴上不少 我们代英国小立威 都快要负担不起了呀 在代英官员声泪俱下的诉苦后 川普的塞浦路斯大主要猛了 他此时还不知道 按照协议里的规定 塞浦路斯的补偿金是专款占用的 奥斯曼帝国收到后 只能用来偿还其对英国的债务 除了减税要求被拒绝外 当塞浦路斯请求回归希腊的 请愿书递到伦敦后 戴英的回应也是一个字 不行 当谈起回归希腊时 戴英官员再次表示 我们完全理解和同情 塞浦路斯人民的诉求 可是 我不得不痛苦地告诉各位 塞浦路斯目前的主权 仍然由奥斯曼帝国保留 我国政府只是代管 房本不在我手里 没法过户啊 回归希腊这事 奥斯曼不同意 我们也没办法呀 总之 靠着甩锅奥斯曼 戴英成功把自己变成了不战国 苦一苦塞浦路斯吧 骂名奥斯曼呗 这道缺德的话术 糊弄了塞浦路斯人很多年 直到1914年 情况变了 1914年 一战爆发 奥斯曼加入了同盟国阵营 和英国成为了敌国 这下戴英没法说什么主权的奥斯曼了 面对一战中混乱的局势 戴英最终找到了 将塞浦路斯价值最大化的方法 他们对希腊政府表示 只要你们加入协约国 对德奥图宣战 塞浦路斯 送你们了 1915年1月 英国外交大臣声明 只要希腊参战 英国将对希腊 在小亚西亚海岸 做出重要让步 不止塞浦路斯给你 其他地方也能谈 听了英国的这项表态 希腊当时就不困了 然而 对于要不要做这笔交易 希腊政府却犹豫了 对于塞浦路斯 希腊上下都怀有着一颗敬畏之心 可是 是否要加入同盟国阵营 希腊内部却有了两种意见 作为曾经的军人 希腊国王康斯坦定一是主张中立 因为 从军事角度考虑 希腊一边贴着奥匈 一边挨着奥斯曼 一旦加入协约国 到时候两大强国伺候一人 万一希腊顶不住被灭国 那就是陈瑞隐身 输没了呀 然而 与国王不同的是 希腊首相文艺齐洛斯 则主张加入协约国 首相认为 中立需要资本 以希腊和奥斯曼 一一代写的邻邦关系 无论我们是否中立 奥斯曼早晚也要打咱们 因此 不如趁着戴英现在出价 卖个好价钱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希腊的两派围绕着 是否保持中立 开始的激烈交流 对外还没有正式开战 他们国内先干了个爽 一路都到1917年6月 国王康塞宁一世 被迫训位 首相大人立刻宣布 加入协约国 咱们对同盟国开战了 然后 希腊人就见识到了 什么叫大国风范 在加入协约国后 希腊和塞浦路斯代表 找到了英国政府 要求就合并事项 来与英国进行洽谈 然后英国政府表示 合并 什么合并 谁说要合并了 面对参议的两方代表 英国政府表示 之前我们说 把塞浦路斯交给希腊 那是对希腊国王 康塞宁一世提出的建议 合同上的公章本来就没盖 对方法人还变更了 那这份合同自然就作废了呀 直到此时 希腊和塞浦路斯人才明白 什么叫做 宁可相信小约翰长得不美 也不能相信戴英那张破罪 一直到被戴英帅了后 希腊的参战热情急剧下降 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 早在前一年 英国就已经把塞浦路斯 卖了一次了 1916年 英法俄秘密签订了 塞斯克皮克协议 协议里明确规定 为了防止影响 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 未经法国允许 英国不得各让塞浦路斯 朋友们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以后有人说要养你 小心他用的是剩饭 而且 随着一战结束 当塞浦路斯人再次提出合并时 恬不知识的戴英 居然又捡起了当年的理由 继续与主权的奥斯曼 来搪塞塞浦路斯人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次对面也出了个不战果 一战结束后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一代猛人凯穆尔重整赫山 1923年 凯穆尔在洛桑条约中明确声明 土耳其放弃对塞浦路斯的主权 有事找戴英说下 我们土耳其人脊柱不好 背不了这么大的火 由于凯穆尔的投袭 戴英终于演不下去了 1925年 无所顾忌的戴英正式宣布 我们戴英身歪不化影子症 打之旗 我们正式吞并塞浦路斯 将塞浦路斯提升为直属殖民地 从此以后 塞浦路斯你就有了奇迹了 同时 为了防止塞浦路斯还新建希腊 英国殖民政府宣布 塞浦路斯的所有学校里 不允许教任何希腊历史 只能讲我们戴英的光辉事迹 以后别再惦记你那破希腊了 从今以后 咱们几个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 我们可想而知 对于戴英的这一套殖民行为 塞浦路斯人自然是不太欢迎的 尤其是1931年 在大小条席卷全球之后 殖民政府深感百姓 不体谅戴英的难处 在塞浦路斯岛上开始增税 直接导致了全岛大起义 英国人费了大劲才弹压下去 镇压了起义后 戴英在塞浦路斯开始了最严酷的统治 塞浦路斯任何五个人以上的聚会 都要得到殖民当局的批准 在极度的压抑和愤怒中 时间来到了30年代 这一次塞浦路斯人又派来了一个机会 在纳粹德国崛起后 希特勒非常重视东地中海这一块战略要地 德国因此弄了不少地下电台 每天向塞浦路斯和希腊广播 内容大概是 面对残暴不仁的戴英 善良正直的元首实在看不下去了 亲爱的希腊听众们 起来斗争吧 只要你们起来反抗戴英 元首的天兵说话就到 保证在战后帮助所有的希腊裔重归一家 实际上德国的宣传是相当有效果的 对于塞浦路斯来说 德国的广播给了他们极大的信心 拿有秋准对的一哭 维持钢波回回书 一贯包大腿的他们 此时又期待起了元首天兵 而对希腊人来说 在一旦吃过亏的他们这次长了记性 普遍表示 绝不被戴英忽悠第二次 德国才是自己人 本来德国的计策已经接近成功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一个老好人拯救了戴英 1940年9月 在莫苏里尼的莫加思想的指导下 意大利开始侵略希腊 很快就被希腊打得救亏西亚 德国只能亲自下场 由此彻底断绝了 希腊人加入周星国的可能性 在这场保驾卫国的战争中 希腊人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为了拉拢他们拼死抵抗 戴英决定反正是一嘴油的事 塞浦路斯可以再次拿出来当筹码 从1940年12月开始 英国就通过各种渠道暗示希腊 当年咱们提的塞浦路斯合并的事 这事是死孩子放屁 还有火啊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这次的希腊决定连夜盖章 也不敢乱换法人了 认证开始跟戴英商讨起了细节 然而 戴英却在这时开始了拖延 一直拖到1941年4月14日夜 丘吉尔内阁才最终做出决定 同意向希腊让步 塞浦路斯可以给他们 次日 英国将这一决定通知给了希腊政府 对于之后的故事 戴英宣称 希腊政府不知何故的未雨回应 而希腊人的气急败坏 不知道我为啥不回应 你说我为啥不回应 4月15日 英国向希腊通报了决定 当天德军就对希腊军队完成了和A 12天后 德军就攻陷了雅典 所谓汽车撞墙 你知道拐了 股票涨起来你知道买了 大鼻涕进嘴你知道甩了 还有死了你来哪了 拖到王国边缘才通知 说你不是故意的谁信的 因为希腊政府未能及时回应 在战争的剩余阶段里 当希腊流亡政府重启此事时 戴英又开始扯皮 先说交接的程序存在问题 又说英国需要在塞浦路斯保留两个军港 终于 当盟军已经锁定胜据时 戴英表示 行了我手机没油了 这事将来再说吧 在二战刚刚结束时 对于回归希腊的前景 塞浦路斯人还是很乐观的 毕竟在二战中 本岛的居民们一直坚定地支持盟军 我为盟军流过血 我为戴英拼过命 我要回希腊 我要回希腊 而戴英对此的回应是 想回希腊 这事得希腊和我谈 希腊你在吗 塞浦路斯盲人的发现 在二战后 希腊居然掉馅了 在二战之后 希腊政府对于塞浦路斯的回归 态度只有一个字 要不起 由于二战期之后的两年内战 到了四十年代末 满目疮痍的希腊 已经穷到布隆迪看了都捐管了 由于经济上完全依赖 英美援助 希腊此时根本不敢多事 外交没有遮天数 只有一物相一物 由于拿人手软 任凭塞浦路斯如何呼唤 希腊都宛如飞机进了隧道 毫无回应 对于希腊的希腊 塞浦路斯人也无可奈何 经过多年时间 塞浦路斯人终于意识到 民族抗争事业 指望哪国都没戏 等待英良心发现 都不如等死 死起码还会来 耗子想要喝毛奶 自己命运自己改 现在联合国已经成立 我们想要自由 就必须团结起来 靠自己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1949年8月 伦敦塞浦路斯人委员会突然发难 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里面痛恨塞浦路斯人数百年 被殖民被压迫的悲伞遭遇 在获得国际舆论关注后 岛上的东正尿大主教发表通议 号召全岛民众就回归希腊进行公投 现在全球不都主张民主吗 我们就让各位看看 啥他叫真正的民主 1950年1月 塞浦路斯的公投结束 95.7%的居民们支持与希腊合并 虽然殖民政府并不在乎这个结果 但国际社会却因此对代英倍加指责 就在代英焦特烂额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传来 多年来对英强硬的塞浦路斯大主教 马卡里昂斯二是去世的 而继承他位置的马卡里昂斯三世 是个37岁的小年轻 这肯定更好对付啊 马卡里昂斯三世 1913年出生于塞浦路斯一个山村 从小开始 这孩子就是勤劳能干学习好 教会学校都来找 留学美国和希腊尊严科学建修道 作为本地的著名学霸 马卡里昂斯之所以会从事宗教工作 只是因为在小时候家里穷 只能上免费的教会学校而已 长大以后 马卡里昂斯先后在希腊和美国求学 在希腊期间 他劫持了一个影响到一生的朋友 而在美国期间 马卡里昂斯极大的增长了国际事业 很快他就让英国人意识到 这位新的大主教并不是个好对付的人 在商人或者初次讲话里 马卡里昂斯就向塞浦路斯人民承诺 他将为希腊塞浦路斯合并事业不懈努力 讲话之后 他派出了两个代表团 开始在欧洲和美国展开游说 游说的对象除了联大的各个代表外 也包括普通百姓 在演讲中 塞浦路斯的代表人表示 我们也不要求各位支持我们 您只要听听 听听我们的故事就好 在代表团的不懈努力下 在欧美民间和联合国里 同情塞浦路斯的声音 占据了上风 除了派出代表团外 1952年10月 马卡里昂斯本人也开始了游说之旅 他前往英法美和希腊 讲述塞浦路斯的合并意愿 最终成功让美国法国采取了不干涉态度 更重要的是 经过跟希腊政府的协商 马卡里昂斯成功让希腊支愣了起来 1953年 希腊向英国正式提出 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协商 虽然这个要求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当场拒绝 但却让英国在国际舆论中非常被动 最终 被骂到破防的英国政府干脆表示 某些地区具有特殊战略地位 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 如果是在19世纪 戴英的这种态度应该算是一锤定音 可是在二战结束后 当年的日不落已经变成日不过了 1954年6月 希腊正式向联合国提交提案 要求把塞浦路斯问题正式上会讨论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 戴英的殖民政府决定在塞浦路斯 实行最严格的管制 岛山任何提及回归希腊的人 都将被判为煽动罪 刑期五年 看着戴英开始耍无赖 马哈利奥斯逐渐意识到 想要和平脱离英国统治 似乎已经希望不大了 终于 在一次和平示威被英国血腥镇压后 马哈利奥斯前往雅典 找到了他的那位朋友 朋友 我想你现在应该行动了 马哈利奥斯的这位朋友 叫做乔治斯·格拉瓦斯 1897年 格拉瓦斯出生于塞浦路斯 一个富裕的家庭 由于家境富裕 格拉瓦斯家在几年后移民希腊 从婚孝开始 格拉瓦斯就梦想着成为军人 成年以后 格拉瓦斯加入了希腊陆军 并在之后参与了西土战争和二战 一路升到施撒木掌 在雅典留学期间 马哈利奥斯结识了格拉瓦斯 同样出身塞浦路斯的两人 结下了身后友谊 本来 作为宗教人士的 马哈利奥斯是完全反对暴力的 但鉴于代应的统治 实在太不拟人 马哈利奥斯就只能 来请自己的朋友出山了 对于塞浦路斯的回归事业 格拉瓦斯同样示威己任 一直以来 格拉瓦斯都坚持一个观点 不通过军事手段 绝不可能逼走英国人 作为主张和平的宗教人士 马哈利奥斯对于武装斗争 充满了顾虑 他对格拉瓦斯说 塞浦路斯人几乎没有打过仗 数量又少 如何能赶走强大的英军呢 格拉瓦斯笑了 你还是没有理解军事斗争的目的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无法消灭英军 但是我们可以增加 他们的占领成本 只要不停地对英军进行袭扰 刺杀他们的官员和军人 就会让他们明白 占领塞浦路斯并非没有代价 只有让英国人感受到疼 他们才会在谈判桌前坐下来 1954年10月 在穷尽了一切和平手段后 塞浦路斯大主教马卡利奥斯三世 终于同意开始武装斗争 11月格拉瓦斯回到塞浦路斯组建部队 岛上的东正教会 为他提供了兵员和武器 很快塞浦路斯国家战士组织成型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格拉瓦斯精心选择了包括政府 军营警局在内的18个目标 最终决定于1955年3月31日发动投袭 由于完全没有料到塞浦路斯会有游击队 英军对这场投袭毫无准备 游击队对18个目标的攻击全部得手 由于过于顺利 一些游击队员还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在一次撤退途中 一名叫潘泰利斯的游击队员发现 路边的高压电线似乎连接着当地的工厂 只要切断电线 就可以对工厂的生产产生重大打击 于是这位大哥拿着一把大剪刀就冲了过去 我们都知道 高压电线一般是不太适合用剪刀剪的 几秒钟后 塞浦路斯解放运动的第一位烈士诞生 一言 啊 经过这一波投袭之后 岛上的英军完全被打蒙了 而塞浦路斯人则备受鼓舞 岛上的希腊裔警察集体辞职 塞浦路斯的解放运动势头高涨 面对着越发坚决的塞浦路斯人 戴英意识到局面即将走向失控 此时 他们也想起了那招屡试不爽的绝招 众所留之 在漫长的英国现代史上 戴英的做事原则 向来是动醒了给射手献被子 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 在看到塞浦路斯出现了抵抗武装后 戴英意识到 得不掉就回到 现在是时候展示我们真正的天赋了 在塞浦路斯岛上 虽然希腊裔人口占比超过了80% 但岛上依然有其他民族存在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殖民 岛上始终有少量的土耳其裔居民 果然 在希腊裔搞出了游击队后 戴英把这些土耳其人想起来了 由于土耳其裔实力弱小 戴英决定给他们找个靠山 他们直接联系了土耳其政府 1955年6月 英国首相艾登邀请希腊和土耳其代表 到伦敦开会 实际上自从洛桑条约签订后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早就不感兴趣了 然而 面对戴英的主动邀请 土耳其立刻就来神了 由于希腊与土耳其的传统友谊 这种谈判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在混乱的谈判同时 1955年10月 英国陆军元帅约翰哈定 被任命为塞浦路斯总督 作为一名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镇压过多数殖民地起义的马克建筑医者 哈定在塞浦路斯的任务只有一个 彻底消灭幼击队 在哈定上任后 英军开始联合土耳其一居民 联合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武装部队 共同镇压希腊一居民 而马克里奥斯则直接被殖民当局流放 而且 作为久经考验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家 哈定还在岛上休息了集中营 还实行了连坐制 遗憾的是 哈定低估了塞浦路斯人的抵抗勇气 即使在英军镇压最疯狂的时候 游击队的攻击也从未停止 为了报复 游击队甚至把炸弹放进了哈定的卧室 1956年冬季 趁着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游击队在短短一个月内 对英军发动了416次攻击 整个塞浦路斯遍地风火 随着塞浦路斯人的持续攻击 以及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失败 戴英终于意识到 过去的镇压路线走不通了 1957年 主张镇压的总督哈定被调走 新总督开始与游击队谈判 在外界看来 这似乎是戴英福尔的表现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戴英之所以突然还阳 并不是因为他不想镇压 而是因为已经不需要镇压了 在戴英处心积累的挑拨之下 塞浦路斯的民族矛盾全面升级 靠着一年多来 联合土耳其打击希腊裔的行动 岛上的两个民族打出了深仇大恨 1957年末 英国军警逮捕了50名希腊裔村民 将他们带到土耳其裔的社区后释放 并告诉那里的土耳其人 这些希腊已被抓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打死过土耳其警察 很快这些希腊村民 就被土耳其居民围殴 9名村民被活活打死 消息传出后 全岛震动 两族随即爆发全面冲突 而殖民当局则放开一切限制 鼓励两族的民族仇杀 在极度的混乱中 塞浦路斯之前为了回归希腊 所进行的一切外交努力 全部化为乌有了 时间到了1958年6月 由于塞浦路斯局势已经失控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 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内容大概是 面对塞浦路斯的现状 我们代应痛心疾首 当然了 塞浦路斯走到今天 也不全是本地人的责任 我们也至少有1% 反正无论如何 为了解决眼下的问题 我们决定 未来塞浦路斯要建立一个 由英土西三国共管的自治政府 在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监管下 希腊裔和土耳其裔 各自组建议会处理内部事务 而外交国防则由英国负责 本来塞浦路斯被英国一家殖民 现在被三家殖民了 大家看这样可好 虽然塞浦路斯人对这个方案极不满意 但由于该方案保障了 除塞浦路斯人的各国利益 因此几乎没有得到反对 很快代应宣布 从1958年10月1日开始 塞浦路斯将正式执行麦克比伦方案 在这个生死损亡的关头 马哈里奥斯大主教开始了自己的思考 在雅典的一个深夜里 马哈里奥斯复盘了百年来 塞浦路斯人所有的抗争过程 结合眼下的混乱局势 最终马哈里奥斯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 塞浦路斯回归希腊的可能性 已经无限趋近于零了 由于希腊本身的拉胯 加上戴英和土耳其的胡搅蛮缠 回归希腊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而如果接受麦克比伦方案 塞浦路斯就将在三家殖民下 永世不得翻身 就永远做别人的殖民地了 而且 马哈里奥斯明白 就算塞浦路斯人拼死搅黄的这个方案 英国也还是会拿出下一个方案 我们始终是任人宰恶 想要终结这种局面 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方案 自己的方案 什么是自己的方案呢 在那个令人痛苦的夜晚 马哈里奥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突然马哈里奥斯灵光一闪 他想到了塞浦路斯应该做什么 独立 我们独立 由于塞浦路斯特殊的地理位置 对于这个小岛 任何一家的占领 都会引起其他势力的不满 但是 如果塞浦路斯要求独立 是不是也能得到各方的接受呢 在二战后 民族自觉国家独立始终是国际社会最大的政治正确 马哈里奥斯确信 一旦塞浦路斯要求独立 没有哪个国家敢公开反驳 果然 在马哈里奥斯提出塞浦路斯要独立后 以苏联为舍东方阵营和不结盟运动 立刻予以大力支持 其中尤其印度的支持最为激烈 经历过印巴分治后 作为民族分治的受害者 印度坚决抵制担营的分治方案 强烈要求支持塞浦路斯独立 由于独立方案有政治正确的加持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 英国原有的分治方案被迅速放弃 最终在联合国的多方参与协商下 1959年2月 苏黎世伦敦条约和联盟条约签订 塞浦路斯独立成为定局 按照条约规定 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 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 在三国亦各自在塞浦路斯拥有利益 其中 英国可以获得两个永久的军事基地 希腊和土耳其则可以驻军 虽然对于塞浦路斯而言 这算是对主权的严重侵犯 但这已经是塞浦路斯能拿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协议签订后 孤军奋战多年的格里瓦斯 代表游击队对独立方案表达了支持 1959年10月 回国后的马哈里奥斯主教和土耳其领袖 法兹克·库楚克博士联手发出呼吁 呼吁两族人民放下武器 在我们的新国家里和平生活 1960年8月16日 塞浦路斯共和国正式成立 东正教大主教马哈里奥斯三世当选总统 次年塞浦路斯正式成为联合国第99个成员国 作为塞浦路斯的国父 马哈里奥斯拥有超凡的人格魅力 然而这场国家独立之路 却远没有他想的那样平坦 由于塞浦路斯的独立是充满了妥协的产物 因此在确定其建国的苏黎世伦敦协议里 就充满了有风险性的条款 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 对于马哈里奥斯来说 最要命的就是第二条 在建国协议中 明文规定了禁止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 独立就是塞浦路斯的最终结局 而党上的大多数希腊裔居民仍然认为 独立只是过渡 希腊才是归宿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啊 无论马哈里奥斯怎么解释 相当多的塞浦路斯人都无法理解 为什么自己不能和希腊合并 而最令马哈里奥斯伤心的是 这些不理解他的人理 还包括他最信任的战友 格拉瓦斯 在马哈里奥斯表示 无法回归希腊后 格拉瓦斯愤怒地声明 将清尽所能地准备斗争 坚定地为塞浦路斯的真正解放而斗争 由于格拉瓦斯的不理解 塞浦路斯的武装部队也出现了分裂 支持独立和支持合并的队员们 护斥对方是叛徒 除了希腊裔的内讧外 在塞浦路斯独立后 协议中的稀土分治也开始显示出恶果 在当年的塞浦路斯 稀土两族的比例约为8比2 而协议中的权力分配比例却为7比3 因此 大量的希腊裔居民开始为此不满 同时 由于副总统的否决权 土耳其裔也有了充分资本 逼迫总统让步 让马哈里奥斯总统焦头烂恶 时间来到1963年 在两族的长期内讧下 塞浦路斯本就如草苔班子一样的国家机器 已经濒临崩溃 1963年12月 希腊和土耳其裔的岛民们 再次发生激烈冲突 这场冲突最终引来了联合国干涉 而岛上的土耳其裔居民们 则认为联合国偏向希腊裔政府 政府中的土耳其裔官员集体辞职 土耳其军队后来又缠和了进来 武装冲突频频爆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马哈里奥斯左之右处 他一方面要安抚土耳其裔的情绪 一方面还要面对希腊裔的指责 因为在很多希腊裔看来 拒绝与希腊合并的马哈里奥斯 已经是民族叛徒 针对他的刺杀接连不断 而这些认为马哈里奥斯是叛徒的希腊人 也包括当年的希腊军政府 说实话 从与日中希腊政府 都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他们在有机会合并塞浦路斯的时候 一再拖延 却在塞浦路斯已经独立后不断的挑衅 实在不知道图什么 1974年 在马哈里奥斯发表公开信 指责希腊军政府搞阴谋之后 两党矛盾已经不可调和 希腊军政府决定 由党上的希腊特种部队带头 发动一场军事政变 干掉马哈里奥斯 1977年7月15日早8点 政变开始了 按照通料宇宙的传统惯例 政变一般都是在深夜开始 这样会比较有突然性 而不愿意上夜班的希腊军队 则选择了顶着早高峰发动政变 当天早上 600名军人开着50辆坦克 包围了总统府 在几方4倍的兵力优势的情况下 政变部队选择了放弃枪攻 而是远远的开炮 在密集的炮火后 总统府被炸成了废墟 政变部队在完全没有检查战果的情况下 就欢信鼓鼓地撤军了 同时在广播里宣布 民族叛徒马哈利奥斯 已经被我们轰死了 然而现实是 马哈利奥斯在当天如常工作 在总统府遭到炮击后 总统直接在随从的护送下 从后门走出了总统府 全程没有遭遇任何阻挡 政变部队打了半天 不知道总统府有个后门 不得不说 希腊人这事办的 确实有拜占庭一风 当天下午 马哈利奥斯在家乡教堂里 发表广播 塞布鲁斯的同胞们 你们应该熟悉我的声音 我是马哈利奥斯 我没有死 希腊军政府的希望 可能要落空了 我还活着 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战斗 这场意外的政变 改变了很多事情 最直接的后果是 早就对塞布鲁斯 虎视眈眈的土耳其 获得了战争借口 1975年7月20日凌晨 土耳其军队入侵了塞布鲁斯 然而 在土耳其入侵后 一直准备吞并塞布鲁斯的 希腊军政府却怂了 他们一边惹事一边怕事 任凭土耳其军队 攻城拔寨 却不敢向塞布鲁斯 派一兵一组 直到当年8月 土耳其军队已经占领了 塞布鲁斯37%的领土 真正为土耳其 打下了一大片生存空间 在土耳其入侵的过程中 塞布鲁斯爆发了 全面民族冲突 为了活命 土耳其纷纷北上 而希腊义集体南下 最终在岛道两边 各自形成了 本民族聚集区 在联合国干预后 两个民族被维和部队隔开 形成了塞布鲁斯 南北分裂的局面 当年代应 分而置之的策略 至此已成定局 1977年8月 塞布鲁斯国父 马哈里奥斯三世 因辛耿去世 享年64岁 在最后的时间里 他仍然在为国家 尽最后的努力 他与土耳其族领袖 签了一份联邦协议 希望塞布鲁斯 可以成为一个 两族的联邦共和国 遗憾的是 这个最后的希望 可能永远不会有 实现的一天了 1983年 土耳其族控制区域 成立了 北塞布鲁斯 土耳其共和国 虽然只有 土耳其一国承认 但由于土耳其 移民的大量涌入 北塞其实已经 不再有联邦的兴趣了 而在塞布鲁斯岛的南部 在迎来和平之后 塞布鲁斯的服务业 和金融业 得到了长足发展 靠着旅游观光 和避税优惠 塞布鲁斯迅速富裕了起来 人均GDP超过了 3万美元 还成为了欧盟国家 只是 实至如今 在这个国家的南北交界 依然存在着一道 由联合国监控的 深深裂痕 两个曾经朝夕相处的民族 已经成为了 同居一室的陌路人 在塞布鲁斯首都尼克西亚 一道静位分明的隔离区 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二 这座现代的柏林墙 将这座城市 分为两个平行的世界 也见证了一个国家 百年来任人宰割的历史 在塞布鲁斯 有一个著名的笑话 如何从尼克西亚的南区到北区 你需要从尼克西亚坐飞机 飞到希腊首都雅典 再从雅典飞到土耳其的 伊斯坦布尔 然后再从伊斯坦布尔 飞回尼克西亚 只有在跨越了这数千公里之后 尼克西亚人才能到达 眼前的这近在咫尺的地方